亚伯拉罕拉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即使别人都认为他年纪太大 不适合做传教士 今天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拉鲁身上学到什么 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1883年亚伯拉罕65岁 他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牧羊人和侨夫 他的志向是要把福音带到中国 当他给总会写信时 他们说他太老了也没有资金去派遣他 拉罕仍然决心要去 他设法登上了一艘船前往香港 当他1888年来到这里后 他开始以文字不到式的身份工作了14年 从1888年到1902年 拉罕老爹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 一只孤身一人 1902年2月2日 安德森兄妹和艾达汤姆森小姐赶来帮助他 不久之后有9个人认识了真理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拉罕弟兄的努力 他们接受了洗礼 现代真理已经准备好被传到中国大陆 拉罕是基督的忠实追随者 并致力于祈祷和奉献 他有耐心 富有同情心 而且坚持不懈 他独自一人在遥远的土地上 漂泊了14年 自力更生 这说明他具有先驱所需的毅力 尽管困难重重 拉罕还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在他去世前几天 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浅重的大部分 移赠给了中国的传教机构 亚伯拉罕被安葬在他工作了15年的香港 虽然他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但他的开创性工作 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预备了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进入这片广大的东方土地 亚伯拉罕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尽管他人不信任他 他的勇气今天同样激励着我们 耶稣舍弃了一切救赎了我们 他的爱促使我们把他的国放在生命第一位 当我们归还十一奉献和承诺时 我们被敦促把上帝放在第一位